各位朋友,大家好!有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 台灣時間1月2號早上,台灣空軍的一架黑鷹直升機 在新北市的烏來迫降失敗 飛機上13名軍人,有8人死亡,5人受傷 在死者當中有3名分別是主管情報和後勤的國軍少將 還有一名是上將國軍參謀總長沈一鳴將軍 這次空難給台灣國軍造成的損失是相當大的 空難的原因現在還在調查,正式的結果要出來 恐怕還在等好幾個月,現在最讓人擔心的就是 還沒等到調查程序完成,中共就已經利用這次空難 對台灣發動了軍事攻勢 下面我就跟大家來探討一下發生空難 這次空難的幾種可能的原因 一般來講,這個空難的原因不外乎是四種 第一種是天氣惡劣,第二種是操作失誤 第三種是飛機性能出現故障 第四種就是人為的故意的製造空難 關於這次空難的可能的原因,現在我們不能夠得出 百分之百的確定的答案 只能是分析哪一種可能性更大 天氣因素基本上可以排除,因為1月2號 烏來它是山區,並沒有出現異常的天氣 操作失誤的可能性基本上也可以排除 因為這次的機長是一個空軍中校 飛行的經驗相當豐富 而且沈一鳴本人也是台灣最優秀的飛行員之一 不大可能出現操作失誤 這次直升飛機是從台北松山機場到宜蘭冬奧的途中出事的 飛機飛到烏來山區的時候 它在軍方的雷達上面的光點就消失了 然後它又往回飛了好幾公里,最後才迫降 這也就是說即使是飛行員那位中校 第一次出現了操作失誤,還是有時間補救的 而且飛機上至少有兩個資深的飛行專家 完全是有能力補救的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基本上可以排除操作失誤的可能性 那飛機出現故障的可能性有沒有呢? 理論上是存在的,但是這個故障未免出現的 太巧了,時間上太巧了 離總統大選和立法院大選不到10天 而這次大選的結果 又會決定中共對於台灣採取統一的方式 而且飛機上還有這麼多位國軍高級將領 包括國軍級別最高的指揮官 這個涉及的人物實在是不可思議 在整個國軍的歷史上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空難 甚至是在整個世界現代史上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空難 所以不得不讓人懷疑,不得不讓人警惕這次空難的原因 是不是第四種,也就是人為的製造的一次空難 那誰會製造這次空難呢? 在全世界現在只有一個勢力,只有一個組織 他們有動機也有能力製造這次空難,那就是中共 先從這個動機說起,在一個多月之前 中共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會議的地點是在北京西山的軍委聯合指揮所 在地下室裡面,會議的主要的精神就是 但是習近平告訴這些解放軍高級將領 美國亡我之心不死,最後跟美國脫鉤可能不可避免 要制衡美國,最好的辦法就是要統一台灣 因為統一了台灣之後,美國對於中共的封鎖線就被打破了 中共的核潛艇就可以從台灣東面的深海區 長驅直入,進入太平洋 而這個核潛艇攜帶的核彈就可以接近美國本土 讓美國難以防範,對美國構成威脅 形成美中之間的一種恐怖平衡 而且中共本來還有兩個一百年的計劃 第一個一百年就是中共成立一百週年之前 要完成所謂的祖國統一大業 那現在離那個時間點只剩下一年多了 而要統一台灣呢,現在看起來用和平的方法 已經沒有什麼可能性了 因為台灣人看見了現在香港的這個局面 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共的所謂的一國兩制 那麼只有武力統一這一條路走 那本來武力統一最好的方法就是 中共把自己的代理人送上總統寶座 台灣總統寶座,還有一批送進立法院 這樣就可以全面的掌握台灣的這個軍事情報 那將來對台灣進行武力打擊的時候 就能夠更加的準確,更加的具有毀滅性 但是現在這種可能性看起來也不大了 那韓國瑜當總統的這個可能性已經相當小了,幾乎沒有 國民黨現在選情也是兵敗如山倒 那即使是有少數的中共代理人進了立法院 他們也會受到各個方面的嚴密的監控 其他的人不會讓他們接觸到機密的軍事情報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能夠採取的措施並不是太多 提前打亂國軍的指揮系統,削弱國軍的戰鬥力 這是少數能夠起到作用的辦法之一 所以大家看見空難發生之後 蔡英文馬上就取消了所有的競選行程 回到總統府進行全面的部署,部署什麼呢? 就是要重新部署國軍的指揮系統、情報系統、後勤系統等等 防止中共發動突然襲擊 現在台灣已經是進入了歷史上最危險的一個時期 比1949年那個時候還要危險100倍 那個時候中共的海軍和空軍根本就還沒有形成建制 威脅不到台灣本島 現在比1996年那個時候也危險多了 那個時候中共雖然說要打台灣搞軍演 但是那個時候他們實際上重點是搞經濟建設 並不想打仗,說要打仗只是虛張聲勢 現在就不同了,習近平上台之後 經濟現在已經走進了屎胡同,很快就要崩盤了 他現在急需要發動一次戰爭來轉移矛盾 然後通過戰爭來宣佈軍管 只要軍管一開始,那麼在全國實行這個戰時經濟佩脊制 那這個經濟危機就衝擊不了政權了 而且現在中共的這個海空軍規模也已經相當龐大了 一般來講大快頭的人都覺得自己很能打,有力量 實際不見得這樣,中共也是這樣 他們覺得現在我軍隊龐大了,我就能力武力統一台灣了 在統一台灣之前先把你們的這些指揮系統 情報後勤系統給你擾亂一下,這個時候就能增加我的勝算 那這一次這個沈一鳴將軍參謀總長 如果是在戰爭時期,那就是國軍最高的指揮官 是名義上僅次於三軍總司令 但是三軍總司令蔡英文她不是軍事專家 所以實質上最高的軍事決策者是沈一鳴 沈一鳴她跟很多國民黨籍的軍官一樣 她的主席是在中國大陸的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她是對中共非常反感 在兩岸立場上面跟蔡英文是非常相似 所以深得蔡英文信任,那現在把沈一鳴除掉 就等於是除掉了蔡英文在軍隊當中的左膀右臂 雖然台灣的軍事人才很多 但是你要在短期之內讓蔡英文去找一個 跟她政治立場高度契合的 反共不遺餘力的這種高級將領 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根據上面幾個方面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相信中共有動機來製造這樣一次空難 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能力製造這樣一次空難 首先是他們有能力取得這一次飛行相關的情報 大家都知道台灣有很多退役的將領經常去中國大陸 包括上將許立龍、中將吳思懷等等這些人 為什麼他們過去是反共國軍將領 搖身一變變成親共人士呢? 那除了他們仇視台灣的民主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共的統戰手段 實在是太厲害了 中共金錢美女用這些手法對這些將領 對他們的家人誘惑實在是太大了 這些人經常往大陸跑,老在河邊走 哪裡不失學的呢?這些人雖然已經是退役了 但是他們在軍隊裡面還有很多的門生部下 通過那些親信他們很容易就能夠取得軍隊裡面的情報 尤其是那些並不是高度機密的情報 比如說這次的飛行的情況 有總參謀長還有好多位將領要去宜蘭去慰問官兵 國軍當中一定是有很多人知道的 而知道的人當中一定有一些人是親共分子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會把這些消息 傳給那些已經退役的老領導、老戰友 按照台灣現在的這個法律制度 根本阻擋不住這些親共分子獲得這樣的信息 也根本阻擋不住他們再把這些信息傳給中國、傳給中共 台灣現在已經通過了這個反滲透法 這是一件好事,但是按我的觀察力度還是太小了 台灣現在需要一次大規模的麥卡錫運動 要把那些親共的、投共的、魅共的、祥共的那些人 徹底的趕出軍隊 因為中共是台灣的死敵,是你死我活的關係 連韓國瑜都說了,可以相信太陽會從西邊升起 也不要懷疑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決心 那既然是如此,你韓國瑜在大陸接受那麼多年的培訓 那不就是私下通敵了嗎? 那台灣怎麼還能夠容忍他當總統呢? 還有那些退役的將領經常往大陸跑 台灣怎麼還不對他們採取強力的措施呢? 不把這些人神之以法,台灣怎麼能夠安全呢? 台灣的民主之後高度自由、高度包容 但是也只剩了一個弱點,就是絕大部分人 嚴重的缺乏敵我意識,商人往敵對國家跑 這也就算了,還有這些官員往敵對國家跑 還有軍人往敵對國家跑,那怎麼能夠不被中共滲透呢? 那現在我們再回到這個空難事件 中共它是很容易可以得到這一次飛行的情報的 而且得到這個情報之後 它還有能力根據這個情報實施出一個行動 這次出事的這個黑鷹直升機 是2010年馬英九執政時期向美國購買的這個運輸機 它不是戰鬥直升機,所以說它的速度比較慢 那只要中共這個事先知道它飛行的這個路線 就可以從地面上對這種直升機進行電子干擾 也就是運用這個電子偶合的技術來干擾這個飛機的導航系統 干擾它的通訊系統 我請教過一位美國的這個軍事科技專家 他說只要有兩個小組,每個小組兩個人 就可以用人體攜帶這個電子干擾設備 一前一後,埋伏在這個飛機飛行的這個路線當中 當這個直升機進入埋伏圈之後 他們就可以開始對它進行電子干擾 干擾的距離可以達到兩三公里遠 所以這次飛機它本來剛開始就是向東飛 後來突然就折返向西飛了 極有可能就是因為它察覺到已經進入了這個電子干擾的埋伏圈 所以急忙的要返回,但是已經太晚了 飛機上的一些電子設備可能已經無法正常的運作了 那只能迫降,但是在烏來山區 你很難找到一個平整的地方降落 所以他們只能把飛機迫降在一個斜坡上面 降落了之後,飛機站不住就發生了這個翻轉 這個時候螺旋槳還在高速的飛轉 這就會對機身造成了強烈的傷害 所以說我們在新聞上面看見了 墜落之後的這個直升機已經被破壞的面目全非了 在這種情況下,人員的傷亡就很難避免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這個美國的黑鷹直升機怎麼這麼脆弱 這不是因為飛機本身的質量脆弱,質量不差 任何先進的飛機都有武器來針對它 只要這個飛機落入了敵人的攻擊範圍之內 那就可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說情報是決定戰鬥勝負的關鍵 如果你的行蹤完全暴露了 那就會成為敵人的靶子 那我再聲明一下,我前面所說的這些 只是一種推論,只是一種可能性 確定的結論,大家一定要等到台灣的政府 來做出最後的結果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一種最壞的可能性 也希望大家為這種最壞的可能性做好準備 我們寧可把所有的準備措施、應對措施都做好了 這個時候壞事不發生,我們也不會有太大的損失 但是如果壞事發生了,我們沒有做好準備 那就悲劇了 那現在誰需要做準備呢? 據我的了解,現在美國已經做好準備了 如果中共對台灣發動侵略戰爭 美國一定會介入,一點都不需要懷疑 而且美國空軍會在兩三個小時之內 就到達台灣參加戰鬥 航空母艦戰鬥群會在兩天之內參加戰鬥到達台灣 那這一場戰鬥最後中共肯定是打不贏的 另外呢,戰爭一爆發,中共的軍隊 他一定會全面動員起來,全面武裝起來 那個時候體制內的反習力量 他就可以撤動兵變和政變了,獲起削強 中共是防不勝防,習近平防不勝防 由於存在著這種可能性 所以希望中國大陸的民主派也要做好準備 那一旦政變兵變開始 我們就要竭盡全力動員民眾上街 癱瘓統治秩序,啟動顏色革命 那同時也希望台灣人做好準備 軍人是要高度警惕,全面備戰 民眾趕快去,這次要全面出動去投票 把那些親共政客趕出台灣,趕出政壇 要通過立法把那些軍隊的親共分子趕出軍隊 中共現在習近平執政班子他們的判斷力 確實是非常的差 我就是擔心他們認識不到現在他們面臨的局勢 他們認為他們自己還能強大 他們貿然發動戰爭,那最後呢 當然他們會自己自我毀滅 但是這個戰爭也會把台灣拖入戰火之中 給台灣造成巨大的損失 最後也會讓很多很多的中國大陸的軍人 成為他們的炮灰 這種現象,這種結果我們是不希望看見的 我們希望中共滅亡,我們希望真正的由中共內部 開始人民走上街頭 用顏色革命的方式 用民變、政變和兵變的方式來推翻中共 但是我們不希望用戰爭的方式 所以希望大家做好各種準備 盡量的阻止戰爭的發生 同時一旦戰爭發生 我們盡快的通過顏色革命來把它結束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